我高中網球教練常叫我Mr.Smiley 因為不管是比賽落後還是練習不順 我都會用笑臉面對 一方面是保持正面的心態 一方面也是想讓對手降低戒心啦 笑容真的是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功用 想盡情大笑 不再為了怕牙齒不好看而遮遮掩掩嗎 那就配戴Zen Young 戰牙隱形牙套 擁有能夠自信的微笑曲線 Zen Young 戰牙是來自新加坡的隱形牙套品牌 費用清楚是市面上唯一可做到 統一價格的牙套品牌 隱形牙套完全透明 戴起來貼合牙齒 不用擔心刮傷口腔 趕快到本集資訊欄點擊我們的 專屬連結線上評估 只需要上傳基本資料跟4張照片 就能快速完成 評估跟後續資料計畫 都是由專業國考認證牙醫親自診斷 開始診療後 也可以隨時透過APP 跟專業團隊溝通 減少不必要的回整次數喔 現在透過資訊欄專屬連結 進行免費出估評估 就可以獲得 輕矯正定價72,000折扣7,000元 全口矯正定價12萬折扣17,000元 記得要透過我們的專屬連結 才會有折扣喔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TheDoodoo Man 我是Eric 我是Ian 這集的跳脫都市圈呢 我們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 就是我們一直想要討論啊 那一直沒有機會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個Podcast 我們來聊一下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尋找自己的熱情 跟怎麼知道我自己的專長和特長是什麼 然後跟我到底適合什麼樣的工作 是 這一集聽起來好像會有點沉重啊 不過在真的有點沉重之前喔 搞不好是很歡樂的一集啊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發生的一件事情 今天嗎 今天 好 非常可以KB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從就是北加飛到南加嘛 就是坐飛機 他也是小飛機嘛 我其實每次坐不管這種飛機啊 或者是巴士什麼的 你知道那個rest arm 是 就是讓你的手臂的那個東西 我今天是坐靠床 你說arm rest嗎 arm rest 我剛剛說什麼 rest arm 就是手 休息的地方 對對對 arm rest 對 那個地方就是大家覺得 他是誰的 哦 他到底是誰的 我今天坐靠床喔 我在右邊的靠床 然後左邊那個人就是真的直接站的位置 然後他的 還凸出來一點點我這邊 是 我都已經說過來了 我左邊的手 我還感覺到他的穩度 我就覺得 這多了 你跟我一樣都是買economy seats 是是是 我們都付一樣的錢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的空間比較多的感覺 OK 這是 OK 身為一個骨架比較寬的人 我可以把他說話 你說 我可以 你覺得是你的 我可以假設他是蠻大隻的嗎 他 跟你差不多 靠杯 我沒有說什麼 我就說跟你說 OK 因為我們的原理勾動 我們今天晚上就寬了 OK 所以我自然把手放下來的時候 就剛好放在armrest上面了 對 你知道嗎 所以 如果我要很不自然的 不去觸碰他們 我就是要縮起來 是啊 我的肩膀要夾緊 嗯 那確實 我個人我是會看情況 如果旁邊的人 他已經放在上面了 我就是把自己縮起來 所以對你來說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我覺得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first come first serve 然後 這個人 他如果 有一瞬間離開了 我就馬上上去了 我就搶過來 你就搶過來 然後就hold住 就hold住這個地方 對對對 死不上廁所 你會覺得 試試看什麼位置嗎 比如說 我們現在想像是 三個人的這種 嗯 座位 就是一定是有一個靠窗 有一個靠走道 有一個坐中間 對 那我會覺得 就是坐中間的 你比較衰嘛 對 那就是看 兩個都可以拿 就是 旁邊兩個人 是一定有一邊 可以靠的 對不對 對 那中間那個就是 你看你自己 就是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良心 有沒有對 有沒有這個良心 OK 我覺得 你手放在那個 Armware上面 就算了 就是你不要去再擠 擠到別人 不要超過 是 真的超過 可是確實就是 尤其在美國啦 有些人真的大知道 他不擠也不行 他的自然 狀態就是 會擠到旁邊的人 如果是這個狀態 我會建議 拿他沒錢 要存 要存多一點錢 我就說 他要存多一點錢 是 要不然就是真的是要 他這樣子的狀態 可能就是不健康 他應該要 逼自己去運動 為了不妨礙其他的人 其他的旅客 他應該要自己運動 是 對啊 這怎麼可以 就是因為你平常吃的比較多 我的位置就要多讓給你嗎 OK 不行 可是你 你不能站在一個瘦子的心態 想這件事情 你身為一個胖子的時候 是 胖不是你想要的事情 OK 所以 不可能有胖子說 OK 我為了要搭飛機的時候 不影響到旁邊的人 我要開始減肥 開始存錢 他一定是已經在 struggle減肥這件事情了 他也不想要這樣子 好不好 那他就應該更努力的鎖起來 鎖起來 對 對不對 對 合理吧 對 我覺得 盡量不要影響到人家 盡量不要影響到人家 對 但是我覺得你這點 真的也值得KB 對 所以這是我今天要 KB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又有超過 你知道嗎 然後我已經感受到他的體溫了 我都已經整個擠到我的臉 是靠著窗戶 就是他還是要過來 我覺得 沒辦法 真是的 我覺得 OK 解決的方法就是 你自己錢賺多一點 然後你去做頭等商 原來是這樣子 對 沒辦法控制別人的時候 控制自己 就控制自己 對 存錢加油 沒錯 好 那我們 接回來到今天的 這個主題 我們今天要找熱情 怎麼尋找自己的熱情 你覺得你自己小時候 有沒有曾經想要成為 什麼樣的職業 做什麼樣的事 做什麼事 還是從小你一出生 就說我要當精算師 完全沒有 沒有 其實這個答案 可能會嚇到你 怎麼說 我記得有一次 國小寫作文的時候 你知道常常會寫說 未來想當什麼 對 的這種作文 對 然後我就寫 因為我小時候喜歡 裝玩具 裝玩具 玩玩具嘛 模型嘛 把玩具裝起來 Lego的弄東西 那種 對對對 四驅車 你一定還喜歡 對對 四驅車 讚 所以我就以為說我喜歡組裝東西 然後在這種現實社會 組裝東西的職業就是工人 工人 工人 對 所以我就在寫作文 你說蓋房子 蓋房子的工人 對不對 Construction worker 合理 我就寫 我未來想要成為一位工人 吧吧吧吧吧 我爸看了那個文章的時候 他很擔心 他就說 做工人很危險 就是 那你爸也太認真了 他很認真 他真的很認真 我才小學 他認真 他認真擔心 他跟我說 可以考慮一下 其他的職業 是 他有介紹一些職業給你嗎 兒子啊 這裡有一個清單 醫生 精算師 或者工程師 你選一個嗎 沒有 對 反正我第一次有意識 claim說我想要做這個 profession 就是工人 對 你自己小時候的夢想 我小時候 我覺得很多可能男生都是這樣 就是有兩個 我第一個第一個 最有印象應該是太空人 太空人 我想要就是 be an astronaut 然後到太空探險啊 然後從太空看地球 我覺得哇 可是有時候小時候看一些電影 就覺得哇 我也要出去 是 我覺得很帥 然後我覺得太空人的這個職業 就是很 倍受尊重吧 就會覺得 你是全世界的hero 然後就是地球靠你了 而且能當太空人的人不多 又不多 對 感覺是蠻酷的職業 然後我記得到高中的時候吧 我就開始接觸籃球 欸不是 所有有說說 國中的時候接觸籃球 OK 然後那時候就真的很認真說 我未來當個NBA選手 欸我說真的 我跟你打過幾次籃球 我不覺得你以前有這個夢想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之前真的很強 你不要看我現在這樣子打 OK 我為什麼現在比較弱 是因為 我真的接觸網球之後 我就 我就沒在打籃球 對 因為籃球這個東西 是非常physical的東西 是是是 然後我真的以一個 就是realistic的角度來想 就是我打籃球很容易受傷 我就是那麼單薄 然後在籃下 我要把腳被踩到 要把吃蘿蔔乾 要把就是扭到 被撞飛這樣 對 所以國中的時候 常常就是真的會受傷 然後腳有扭到幾次什麼的 結果你有一次打籃球 被撞到外太空 變astronaut 欸 直接 順利稱讚了 沒有啦 反正國中的時候 我還甚至去 國中的籃球隊try out 你知道嗎 然後都是跟一群 就是墨西哥人 白人 黑人 然後很明顯的 我就是沒有上 就是我就是 在國中的時候 我還沒有拉高我的身高啦 不過 就很可惜啦 那時候我就會打破了我一點點 我就覺得 幹我那麼強欸 怎麼可以沒有用我 反正我之前有一個email 以前用hotmail 嗯 我那時候的hotmail的那個 網址啊 我的email是寫badballer 後面還有一些 代表你不太會打球 badballer 沒有 那時候 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很屌 就屌到就是 我覺得是自己超badass的 是badass的感 對對對 就覺得很屌的一個baller的感覺 OK 然後國中的時候就很屁 反正就 對啊 反正最後也沒有 繼續打籃球 OK 就覺得 還是 還是算了 而且那時候根本就沒有什麼 Yelmin 還沒打吧 OK Jeremy Lin 什麼都沒有啊 那時候只是 Michael Jordan 對對對 在打而已 我相信現在有很多 亞洲小孩 在美國 覺得自己在籃球 是有一條路可以走 有希望的 對對對 不管是Yelmin 還是Jeremy 對 他們早一點出現 我們就在NBA了 真的 我就更不會放棄了 真的 真是的 那你籃球之後呢 你下一個 想像的職業是什麼 我籃球之後 我覺得就是可能就是心態就是長大 就到大學 高中了 就是覺得還是要現實一點 我那時候其實有一個現實跟不現實的 這個方向 不現實的這個我是想要當個建築師 OK 我可以一樣想要蓋東西 可是我不是以工人的方式去 是設計 我是就是architect 對建築設計師的概念 也就是因為這樣我所有就是超爆 難的大學 我那時候申請的時候 我都是申請 就是建築系 然後你 你高中是不是沒有portfolio 我沒有portfolio 所以不會上啊 對 那時候就不知道 沒有人教我啊 沒有人說 你未來想要走這條路啊 你高中要累積一些東西 早點遇到我就跟你講 你會跟我講 你都沒有朋友 那時候 對啊 反正我也覺得 啊有点 我那時候心態是我想要當建築系 可是我知道建築系 如果就是考出來或讀出來 沒有什麼成績的話 就是可能沒翻詞 是是是 所以我只能靠超強的大學的學品 OK 如果進哈佛 如果進普林斯頓 啊居然是建築系 可是搞不好這個學品 可以拿來做其他事情 我那時候思緒是這樣 然後就比較一般的大學 就博客啦 UCELA 這些系統 我全部都是 沒有你一般的部分 你就講UCELA就好了 反正所有這些公立大學啦 是 我就是申請 就是要鐵飯碗的 就是機械工程 對 比較會去想實際層面 對 就想說啊好啦 就算沒有辦法蓋房子 或設計房子 我還是可以跟你一樣吧 組裝一些東西 是是是 機械東西可能感覺還是摸得到 看得到 我覺得蠻好玩的 OK 所以那你 你是什麼時候發現 你的這個夢想 從 本來是工人嘛 嗯嗯 然後後來就說你想要做business 你想要做international trade 然後後來怎麼會變成精算石 是 其實我到Berkeley的時候 對 我是undeclared 然後我是想要去hoss的 就是我們的business school Yeah 然後那就是我的first step嘛 可是我上了一堂商學院的課 我還記得叫UGBA 10 就是你所有 UGBA 10 OK Undergra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K 對對對 總之你每一個想要進商學院的人 一定要拿這堂課 嗯 那這堂課就是出了名的競爭激烈 你要進hoss的話 就是剛講的商學院 對 你一定要可能是前20 30% 哦 真的是感覺到裡面的氛圍很不一樣 就大家都勾心斗角 大家為了擠到前面2 30% 就是會陷害你的耶 就跟你說 哦這今天的功課答案是這個 答案很明顯不是這個 我知道不是這個 這個也太賤了吧 反正就很賤 然後我認真我是上到一半 我決定說 OK 我不適合在這個環境下生存 因為我很不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不管是需要害別人還是被害 對 我覺得那環境對我來說就是 太不舒服了 他搞不好就是要讓你練習這個不舒服 因為未來的真實的世界 是 可能就是要這麼的 可能是一部分 可能跟我的人設有關 就是我不喜歡這樣勾心 很誇張耶 真的很誇張 然後我想說 OK 那如果我不做商 我要做什麼 對 而且其實我另外一點 也是考慮實際層面 就是 思考煩惱的時候 就是 有一次我們的career fair 反正就是那個精算社的人 就開始介紹說 哦 Become an actuary 就是 if you are good at business econ stats and math this is the perfect fit for you 反正就是想 哎 他有提到business 然後又提到數學 然後 直接被業配到的感覺 我直接被業配 你被業配到了 對對對 哈哈哈 然後 我就說 哎 反正我就是當下問他 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介紹說 哦 如果你喜歡上數學 經濟統計 這很適合你 然後 就是你每考過一個考試 就可以幫你加薪 OK 然後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OK 那我可能可以試試看 嗯 所以從那個時候才把精算 變成我的目標 哇 所以也是 知道自己有哪一些特长 可是你不知道有這個的職業的存在 是 然後就哎 我這職業突然出現 然後你的特長 你也知道是什麼 然後就把它match起來 對 我覺得大家在聽這一集 可能 你在尋找自己的熱情 可能在工作 或者是在上大學 你可能會不知道 怎麼去發掘自己的興趣 或自己的 很喜歡的領域 嗯 我們要怎麼 就是你有什麼建議給大家說 他們要怎麼去尋找 他們真的很厲害的東西 哦 你說特長嗎 特長 特長的部分 我覺得 當然一開始 你就是要從你的課業裡面 嗯 對啊 就是你要上很多不同的課系嘛 對 然後尤其在大學 你要上一些electives 嗯 就是選修 選修對 你就透過上很多不同的課 看你到底對哪一個課 比較有興趣 嗯 那我覺得上課的時候 念書的時候 興趣跟特長 有時候很模糊 會混在一起 對 比如說我數學很好 我是因為喜歡數學 還是因為我數學很好 我才有自信 然後我才喜歡他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找到一個會 吸引你的一個科系吧 嗯 就是這門課到底哪一點吸引你 然後你可以想說 你為什麼 這麼擅長這堂課 可能是分析能力很好 可能是你的溝通能力很好 嗯 要開始探討說 OK 為什麼這堂課你有興趣 跟為什麼你這麼的擅長 嗯 就到底是哪一點 你讓你擅長數學 對 比如說我學歷史好了 學到這個冷知識 那其實就他可能就跑過去 就過去了 對 那如果你 你學到這個歷史的事件的時候 嗯 你會想要去查說 欸 為什麼這事會發生 對 跟這件事發生之後 後人們是怎麼從中學習的 對 然後怎麼做了什麼改變 就是如果你會主動想要去應用 或者是去了解它的後續的話 那可能你可以 從那邊去發展說 欸 我好像對這有興趣 對 多上相關的課程 然後你就是 上越多你就會越知道說 這個適不適合你 對啊 對啊 那你小時候 有沒有發現你有什麼專長 然後是你現在有保留到現在的 或者是有在應用的 我覺得 為什麼 機械工程很吸引我 就是 我可能會去 自己去研究 一些 問題 嗯 比如說 就是馬桶壞了 嗯 就說 我看他在誤什麼 為什麼會漏水 他是哪裡在漏 嗯 然後去看 就把它解開 哦 可能是這個O-ring 這個O-ring就是壞掉了 然後解決問題 我要換個O-ring 嗯 對 就是可能 這些東西會讓我覺得 欸 我其實是蠻想 解決 就是我可以看得到的問題 嗯 就我那時候很明確是 知道我不想要走 Electrical Engineering這一塊 嗯 因為我知道 很多東西我可能看不到 嗯 然後看不到的話 我就 比較很難對他 有興趣 是 我就要摸得到看得到 嗯 然後真的在那邊 用我的眼睛跟手去 Right 去解決他 我覺得就很有成就感 對啊 我這邊比較不一樣的一點是 比如說我覺得 我小時候數學很厲害 嗯 可是我是考試考出來的 嗯 我考試成績很好 我不是像你說 在現實生活中 為了應用 學到數學 對 可能加減成主 很很有用 有用到 有用到 可是超過那個領域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很難用到數學啦 如果你去賭場 然後去賭場 然後開始count cards 欸 很賺喔 是是是 沒想到 那你有什麼就是 曾經以為 你很擅長某個東西 對 後來發現 欸 其實我好像沒那麼厲害 就遇到一個比你更厲害了 沒有 曾經以為喔 就曾經以為自己 籃球很強啊 對啊 然後看到黑人之後 就說OK 我其實還好 沒關係 這個領域不是我的 反正不管怎樣 一山都還有一山高啦 不管在什麼領域 是 那除了 優勢這一塊 就是比如說你在 精算這條路上面 我相信就是 你應該你自己也知道 就是你 七年內考到你的 精算師執照 嗯 就其實是 以精算師來講 是真的是很強 很年輕就可以得到 精算師執照的人 沒有到很強啦 平均是 我記得是八或九年 喔所以你還好 可是 我覺得我是 比平均快一點點 有快有快 Balt average 對啊 然後我也認識很多人 就是每個考試一次通過 喔也是有 然後我其中兩個考試 我要重考 對對對 然後我記得 紀錄保持人就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是UC Berkeley的 嗯 應該是23歲的時候 考到的精算師執照 Damn 對 可是他考的那個領域 是比較 簡單一點 唉唷 所以其實還好 對對對 其實還好 我考的這個領域 是比較難一點的 比較難一點啦 然後很快一點 OKOK 所以我也 不敢說自己多厲害這樣 那你覺得 就是在你的精算師的 這個執哀上 就是當然你的數學 資料不錯 然後你也知道你的 這個特長 在這塊也不錯 嗯 你覺得在精算師 不管你 待過三家公司 嗯 他有沒有 跟你的核心價值 有沒有做一些連結 因為你 你喜歡的東西 跟你核心價值 這可能兩者是 還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是 我覺得在我過去工作的時候 完全沒有考慮到 核心價值的東西 其實當時我都不知道 什麼是核心價值 嗯 我當時顧慮的就是 我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對 跟我的特長在哪裡 對 然後我覺得 以辦公室工作來說 OK 精算師就很適合 對 完全沒考慮到核心價值 真的是 但是最近我的人生 在這個YouTube的道路上 遇到了一些挫折的時候 然後也是我跟你去聊 嗯 才聊到核心價值這個東西 我記得那時候也是你提的 嗯 現在在聽的聽眾 如果你沒有去思考過 或者是沒聽過這個詞的話 其實就是 你出生 或者是你的生長環境 幫你塑造出來的一些價值觀 對 那這個價值觀可以幫助你 很輕鬆的去做一些決定 對 就如果你今天的核心價值 是有趣好了 你朋友揪你的時候 你就會決定 哦 這個東西有不有趣 有趣的話你就去 就算你去可以免費吃很多東西 然後結束還給你一堆錢 嗯 但是如果他不有趣的話 你就是不會去 如果核心價值 這個核心價值對你來說 很重要的話 對 對 所以 那個時候我不會去想這麼多 那也是近期 我們在討論嘛 我才慢慢意識到說 哦 我的核心價值 我現在很在乎的一點 就是和諧 嗯 然後我剛剛可能提到就是 政治的部分我很不喜歡嘛 對 然後我也是因此沒有去 就是申請商學院 是 然後我其實過去的工作 大部分就是跟同事們的相處都很和諧 OK 幸運是一點 嗯 那再來就是因為可能透過面試的過程中 我可以知道這家公司會不會有一些政治漏陣 當然我可以試著透過面試的時候去理解一下 對 那當然有時候你是要真的開始工作才知道 這個公司會不會違和你的核心價值 所以過去那三分工作啦 就是跟同事相處都很和諧 然後我就覺得 哦 就是還不錯 嗯 這幾個禮拜就是我們兩個都探討了很深 就是自己的核心價值 然後我們也有去上一堂課 有關了解自己跟 就是知道跟發掘自己可能是什麼 我們有哪些核心價值的一堂課 就是其實太多 核心價值可以有好多哦 然後我把它 我自己覺得啦 我的top three 嗯哼 top three是 第一個是impact OK 就是影響或影響力 然後第二個是integrity 嗯哼 Integrity是 我現在考你中文哦 Integrity 對Integrity 是 Inte 完了完了 大家會說我們經營太多了 Integrity 你繼續講我邊想 OK 然後第三個是imagination 嗯 我自己 剛好都是I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自己就會覺得 這麼多裡面 當然我覺得 大家在思考 核心價值的時候 也不是說 只能有這三個或五個 對 我覺得一定是 我現在其實有 可能50個這種 形容詞或名詞 我是覺得我都有共鳴的 嗯哼 可是你要把它narrow到 什麼東西 可能top three top five 所以你完全沒辦法 give in的 你就是如果兩者 有衝突的話 哪一個會贏 是 然後你就一直對比 這兩者衝突的話 什麼時候哪一個會贏 對 才會知道你真的 top three top five 是哪幾個 對你的核心價值 有時候會有衝突 對 那有衝突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它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對 那你覺得那三個 你會怎麼rank 我現在rank的方式就是 一二三 哦 剛剛講的 對 impact integrity 我覺得integrity就是跟做有道德的事 是不是就有關係 不要違背良心 對 有integrity 對 就是做任何事情要 要有 有一點良心 是 是我的三個 我不知道你就是 認識我這麼久 是 你對我這三個 搞不好你看我 跟我看我自己不一樣 我自己也蠻好奇 因為我跟Eric 其實是沒有聊過這種東西 是 我們第一次聊 沒有聊過 對 沒有聊過 對 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你講的時候 可以百分之百 知道它是 這三個都是你的核心價值 就是跟你共識的這三年 然後其實就算是共識前 Yeah knowing you as a friend 尤其是 integrity吧 這點 我就覺得說 哦 對 就是 you're someone with integrity OK 第一個是 impact嘛 對 然後integrity 再來是 imagination 那我覺得YouTuber 這個工作很適合你 就是創作囉 創作一些有影響 可以走馬行空嘛 是這個字嗎 行馬天空 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的 走馬看 天馬行空的去 想方式來 影響 對對對 更多人吧 maybe 然後可是同時不要違背自己良心 同時不要違背自己良心 對啊 就是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跟你 當時出車禍 有關係 或者是你從小的生長環境 就知道說你做YouTube 是為了要 要有影響力 要有辦法正面的影響其他人 就是我感受到你的使命感很重 嗯 對 然後有時候 比如說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你會繼續撐下去 是因為你的使命感嗎 嗯 然後有時候我會覺得 比如說 我累的時候 想要休息的時候 哇 這個人不用睡覺 嗯 就是還有辦法繼續衝 對 他的使命感是有多強 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也是這樣啊 就是 When you're within 就是working within your core values 就是如果你的環境的設計 跟你平常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環繞在你的核心價值的時候 其實 你不會覺得累 就是you're running on passion right 就是你是完全 you're in your zone的感覺 就是你會生活的很舒服嗎 是是 那種感覺 所以我可能在你眼裡 我才會覺得 蛤 這個人好像都不會累嗎 或者是怎麼一直在衝衝衝 可能我就是 對啊 就核心價值吧 you know 是 我其實知道你一個 你之前有跟我講過一個 嗯 然後其他的我還沒有 對 我剛剛有講的和諧 對對對 其實就是我的其中一個核心價值 對 然後我其實也是 我有那個什麼選擇困難 對 很難選 真的很難選 從20個 3到15個 然後我真的是 我現在這一瞬間 我都不知道第三個是什麼 我現在硬塞一個 你真的不要亂講 沒有 所以你3跟4很接近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很接近 我覺得 都講 那我就先列出來 我都還沒有順序 這4個都沒有順序 沒有順序 我的是和諧 平衡 你會先翻好中文了 對翻中文 我不用 非常的貼心 還是我要考你中文 沒關係 OK 再來是 灰斜 灰斜 幽默感 幽默感 幽默感跟灰斜 是一樣的意思嗎 應該一樣 灰斜喔 灰斜 灰色的鞋子 灰斜 真的嗎 應該是啦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 開始懷疑我自己 OK 反正就是幽默感 反正幽默 然後再來就是健康 OK 這4個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 怎麼rank 不過我不知道 你聽到這4個的時候 和諧 和諧 幽默 平衡 跟健康 我覺得健康可能 不會top 3 我覺得 就是我剛講的那3個 那你跟我講說 譬如說和諧 對你來說 它是一個字嗎 對你來說是什麼意思 對我來說 我很不希望看到 一些衝突 就是如果 譬如說我的好朋友 他們有衝突 對 我會想盡辦法 想要讓他們和好 就算不干你的事 你還會想要介入 如果我都在乎這兩個人 如果我只在乎一方 OK 那另外一個我也不喜歡 就拜拜 對 然後或者是公式上面 要共處 那如果會有衝突 對 或者是有人要 怎麼講 take advantage of another person 然後造成了不愉快 我會想說 好 那你就 take advantage of me 然後我就是 我不要破壞這個和諧 想要resolve 這件事情 對 所以 然後就算被占便宜 你也是 啊沒關係 我不想跟你引起衝突 所以 你占我一點便宜 我也沒關係 有時候會這樣 那種感覺 OK 就是不喜歡政治 嗯 對 有啦 有 可以想到一些example 就是我們曾經 比如說有一些 我們當然也會 有時候會有摩擦 是是是 然後我還記得 有一次有摩擦的時候 是你隔天主動來找我說 昨天那件事情 我們 should talk about 想要解決 然後感覺 就是已經有一個衝突 在那邊 所以我們想辦法解決的感覺 對 我覺得某種層面上 可能會變得沒有原則 就是 比如說我的原則是 這件事不能做 對 但是如果我的好朋友 我很在乎的人 他想做這件事情 對 他說 好啦 那他要做這件事情 有這些原因 對 我會試著幫他justify 然後可能我當初覺得不應該做 然後我會為了和諧 嗯 我就覺得好啦 那我看得到你做這些事的好處 是 那就你就做吧 哦 那我以後就硬一點點就可以了 就是我也不想要這樣講啦 但 我也不會take advantage of you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你還是會有你的堅持啊 當然如果真的要 我 我真的很硬 我就是要堅持這樣 是 我覺得你是會 啊 好啦好啦 你都這麼堅持了 就這樣吧 這樣 對 OK 對啊 那平衡你也知道嘛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 可是平衡跟health 我覺得就是已經有綁在一起 有一點點 所以我才決定把health給踢開 哈哈 這個 我這個平衡的combo 就是有 有概括health 涵蓋了 OK 對對對 你的平衡有哪一些平衡 平衡哦 其實我平衡感很差 對 你平衡感其實蠻差的 可是 我也是 近期跟你共識 是 我才理解到說 我多在乎work life balance 我以前 不會覺得說 哦我要休息 嗯 就是某些事情太極端的時候 我會 比較累 嗯 比如說 你跟我說我一到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嗯 都要拍片 對 我會累 對 那你跟我講一到天 都要休息 我會無聊 對 所以我就是 要有一個 mix and match 平衡我在乎的事情 我都需要 就是 不管是within the day哦 比如說 你跟我說 OK 今天一整天 24小時拍片 明天24小時你睡覺 我不行 也不行 我要就是一般一般 一般一般 或者是 就是一個 我舒服的一個平衡點 是是是 所以 我也喜歡 尝试性的東西啊 我也喜歡 跳透舒適圈啊 那 就是 我就是 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要一個平衡啊 那你覺得 你之前的工作 精算師那時候工作 有沒有 這個quality 那時候的環境 其實在考試 的時候 沒有 就邊工作 邊唸書的期間 沒有 可是我知道 我熬過去以後 就有我想像的這個平衡 所以沒有考試的時候 你覺得是 我覺得是 還不錯的 就是不管是 就是資金來源 就是工作賺錢 是 的 不知道 跟其他職業相比之下 對啊 然後工作的內容 嗯 它的挑戰性 嗯 等等 我都覺得是 超級適合我 是 對 所以 很穩 很穩 就是 考完 執照 我就放棄了這個生活 對 對啊 我覺得這樣會 尤其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現在可能也沒有算初期 就是我們剛開始在做YouTube的時候 我們都辞職 嗯 其實都還滿說是創業 對 其實那時候 你知道 你可以問任何創業家 就是 平衡 不會是 Top 10 Quality 是 You know 所以那時候是 你也常跟我講啊 對啊 可是我有時候主公跟你提說 欸 你那麼衝 然後有時候就熬夜 熬成這樣 然後身體會不會出狀況啊 我們是不是要 找個機會休息平衡啊 然後反正你就是 衝衝衝 然後可能我這邊 有點衝久了 像是 欸 我們是要 退一點休息一下 是 然後那個時候你就會 比較 沮喪 嗯 就會說 唉 就是 身為一個創業家 我們 沒有休息的時間 我們要燃燒生命 那我現在了解 這就是你的使命感 是 那除了就是平衡 which 我這邊真的很有感 就是你真的需要 平衡的一個人 是 然後就是 該休息就休息 該工作就工作 然後 該spend with time family Girlfriend就是 做這些事情 就有一個平衡 那你覺得你的 幽默感 所謂的 詭諧 這部分 我今天要學到一個詞 新的字 詭諧 這是 對你來說是 什麼意思 哦 我其實 我從小 我有意識 我真的在跟人家 講話的時候 嗯 我就是一直在想梗 我要怎麼樣逗大家笑 嗯嗯 跟不管是我 可能我小時候胖啊 然後 對 胖的話被大家笑 那我想說 OK我要想辦法融入 對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還是這是我的工廠設定 嗯 我就是一直在想梗 要怎麼樣逗大家笑 然後其實大家笑的時候 我就有辦法得到很多能量 能量 嗯 不管是我自嘲 還是 譬如說我笑你好了 但我的出發點 我不是要攻擊你 對 我知道 別人不會受傷的情況下 我開一些玩笑 對 那可能因此 一些不熟的朋友 就我以為 跟他聊了 譬如說兩三個小時後 他可能不會被冒犯 啊 說不定 因此被冒犯 也是有 我就從小 我就喜歡逗大家笑 然後我就覺得 Life is short 那 為什麼不開開心心的 過完這一生呢 那我這樣想 我覺得你很適合 嘗試看看 真的是喜劇演員 單口喜劇演員 其實 絕對就是 絕對你的 你的指揚 就是要逗大家笑啊 I thought about it Right 那一是我從來沒嘗試過 可能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我幫你安排安排 我跟你講 真的 真的變喜劇演員 人家用 這個不同的標準 看你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還會喜歡 所以 可是如果 如果result 是 它就是有效 是 如果這個確實是 core value的話 那應該有達到 你需要的 有可能 能量來源 有可能 好啦 我們找個時間 好不好 拍一集啊 有機會啦 有機會 我覺得你是蠻適合 當喜劇演員的 雖然 這種喜劇 就 因為我尝试過嘛 它不是 現場想一個梗 或者是 想 現在插什麼 很威力的 一個statement 是要前面先設計 要有鋪陳 要鋪陳 要設計 可是我覺得 你要的能量來源 應該還是有辦法給你 有可能 就算不是 即時的 表演 可是 因為你講 還是會有個feedback 是 所以就算大家的期待 跟期望比較高 如果最後大家有效 那就是有達到我的 如果能力夠高 就是還是可以 OK 可以找試看看 我覺得你蠻適合的啊 對啊 比如說跟你共識 甚至之前 當就是朋友 就還沒開始 做YouTube的時候 你確實是我們 這一群朋友圈 就是幹話最多的 到現在也是 就是很幽默啦 就是 大家都會知道 下一句話 Airrey要講的 應該就是 就是一個幹話 我覺得我幹話 講到有些人真的會翻白眼 所以我已經不想再笑 我知道你也要講幹話了 哈哈 對 對 對 所以你要幫他提升 你的幹話的level要提升 幹話的level要提升 對 要不然我一直在拍片 我也是覺得 哦 你也聽 這個我聽過 這個Airrey 這個我聽過 我加油 我加油 加油 哈哈哈 對你剛提到 你的第二個核心價值 是integrity 那個是 呃 就是不要做違背良心的事情 對對對 那其實 就是跟你共識那麼久 就是這也很有感 呃 呃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曾經接一個業配的機會 哈哈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我記得 反正 啊 我還記得我們是在 Idaho的Airbnb 我記得 那個Airbnb很棒 對對對 我們我們半夜 在跟我們的床口 對 在聊這個業配的相關事情嗎 我們影片已經剪完了 呈現上去 廠商真的是有一個 蠻無力的要求 然後當下 燕就說 這個業配我不要了 嗯 然後這個影片我也不上了 不上了 他就是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 做這件事情 對啊 然後我這邊的 可能我和諧的這個核心價值就出來 想說OK 演這個 就是這個機會 就是未來 我們可能還要跟這廠商合作啊 然後我們影片 我們都已經花時間拍了 剪好了 基本上就是剩最後這5%10% 嗯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跟他們聊一個 解決方式 Me in the middle 嗯嗯 可是當下你 我記得你就是你很生氣 然後就是完全不想理會這個廠商 對 然後即使我們的窗口 那個時候也很尷尬 對 他有點被夹在總結 對 我也想說 啊不行 我們都到這個階段了 就是你要不要 放下你那5% 我就說算了 不要接啊 就是這個窗口 你也不要尷尬 沒關係 我們就說不要接了 就是謝謝你 我們下次就保持我們的聯絡 啊 我們就不接了 對 然後 而且就是還有什麼合約的問題啊 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當下就是可能有點違背你的良心 然後你就直接Fuck it 是 對我當下我也就是 有點尷尬 不確定怎麼辦 因為我也知道你不想做的原因 我這邊也覺得 看怎麼會有這種無力的要求 對對對 那可是這個時候 我就是會被可能被吃豆腐的那個 那你就會說 No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其實我一直在學習的也是說 就一個在一個團隊下面工作 就是 有一個RAW叫8020RAW 就不知道你們聽過 這個8020我是有在其他地方聽過 OK 就是他可以apply到很多地方 是OK 然後8020基本上 我就會覺得說OK 我又不是自己來工作 然後很多東西 確實不能百分之百購買位 只要80%我覺得是 我可以接受的 我應該就要let go 就是20% 就是是我一個 就是他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我 就我一直 一直不斷的在 灌輸自己這個概念 就是 8020 如果有80的話 我應該就要OK 然後20就是 let it go 什麼都要百分之百的話 很難繼續往下走 對啊 可能會被卡在一個地方 是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 integrity 真的很重要 就是 我會覺得做每一件事情 都要有一個他的合理的原因 然後來說服我自己 做這件事情 是對的 就算做這件事情 我們做這件事情 是為了 不一定是 每件事都要影響社會 或者是多大的影響力 我做這件事情 是為了生存 是為了讓我們團隊 有下一口飯吃 所以我去做 那我也覺得 可以 就對我來說 他是for the right reasons 那我就可以去做 可是 我就會去考慮到 每一件事情 他的 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麼 初衷是對的 我就覺得OK 對 如果就是還不知道 初衷是什麼 我就會 就是想要 把這個東西挖出來 了解一下 yeah 那你第三個核心價值 說是imaginary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imaginary是有點幻想 我完全沒有第三個價值 對 imaginary imagination 對啊 就想細話的時候 就知道你這個人 天馬行空啊 然後一些 至少現階段 知道無法執行的 對 你就會提出來 然後OK yeah one day one day 對啊 我覺得不只 對我來說 不只是企劃的 不單是創意那一塊 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說 也是一個 要不想 imagine 自己 可能 做得到 或者是 有辦法去 manifest 這件事情 是 就是 在想的時候 就會說服自己 然後讓自己 真的去執行 對對對 就想像空間 雖然很難 或者是很 很不太可能 可是 想像 搞不好 可能可以 就是 其實我在想 這個quality的時候 也有另外一個 就是 optimism OK 的 聯合吧 就我也不知道 更樂觀一點 對 可能一部分是樂觀 我最後還是覺得 imagination 這一塊 就是 我真的會 想像 可能很多 你直接想像到 最完美的樣子 然後你會為了 這最完美的樣子 去打拼 一部分 是吧 然後再來就是 創意這一塊 就是 其實我自己 很糾結 就是 我就很不喜歡做 就是大家都在做的東西 我就是想要 你大家都在做這個 我不要 我就是硬不要 我就是要做 跟大家不一樣的 然後這不一樣東西 我就要 自己去想 自己去 創造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 我這個就是 一個比較 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 就是 我就是 有一個 rebel的 rebel的核心價值 可能也是 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不一樣 是 那種感覺 嗯 對 所以 it requires imagination 是 那你找到你的核心價值之後 你覺得人生有沒有比較順遂 還是其實就只是更了解自己 嗯 過去做了一些決定 哦 因為我這核心價值 所以做了這個決定 yeah 然後就 更認識自己之後 未來做一些決定的時候 其實比較容易 yeah 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snowball effect 就是 一些事情發生了 哦 你原來我是這樣子的人 原來我在乎這件事情 我在乎這些事情 我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未來可能有一些決定 或者是有一些 新的situation發現 我才說 哎 我知道我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會 應該要這樣子走 嗯 我應該做這樣的決定 然後 不斷的emphasize 或者是重新 不斷的定義自己 是不是 這樣子的人 我今天講 我這三個對我來說很重要 搞不好 下個月 或下一年 有很多中間事情發生了 欸 我以為 我是 就是很care em impact的人 嗯 可是 欸 怎麼中間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情 嗯 然後 我突然 比較care另外一個東西 其他的事情 嗯 那當下我可能要 要adjust我的core value 所以我可能 會有一些調整的 我不覺得core value 你覺得是永遠 都一樣的嗎 我覺得 可能有幾個 是永遠一樣的 只是他們的優先順序 會被改變 改變 那也不應該改變得很大 對不對 我覺得不應該改變得很大 對 對 就可能跟你從小的生長環境有關 那可能過幾歲以後就定型了 Yeah 那你當然會為了一些其他外在的壓力去做調整 可是 我覺得可能deep down 就是那5到10個core values 然後他們再換來換去 右鍵順序 變來變去 搞不好top2 or 3 都是never change 有可能 然後是其他的3到7在shift 對我覺得 要找到自己的核心價值真的是要透過很長的時間 嗯 然後真的要去 問自己一些問題 就是說什麼東西對你來說比較重要 其實 我們一開始在 自我探討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開始 當然上網找一些資料 上網找一些關鍵字 哪些核心價值對你來說 你看 欸 這對我來說好像蠻重要 那你就把它寫下來 對 那你有一個less以後 一個譬如說10到15個核心價值 那你大概有這些東西 它可能會在你的 後腦勺 在你的腦海裡 對 在你睡覺的時候 這15個字一直飄來飄去 對 然後你就是透過一些人生經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 他們好像自己排名排起來了 會排起來 對 那你那4個排了沒嘛 我現在還在睡覺 你還在睡 你還在飄 還在飄 還在飄 對對對 沒有是10個在飄 喔那麼多在飄 沒有我覺得 剛剛講的那3個 蠻確定 他們是Top5 你說那4個是Top5 這3個是Top5 喔那3個是Top5 對 然後health可能第4第5這樣 Maybe OK 好那你自己覺得 就是你經過這幾個月 你比較清楚 自己的核心價值之後 嗯 有幫助 你現在在自己的生活中 也比較 找到一個 平衡嗎 或找到一個更認識自己的 嗯 更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嗎 呵 這其實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長的conversation 這是下一集podcast 哈哈哈哈 就其實 其實真的就是 這半年 對 一直在 試著更認識自己 然後 尤其是跟 別人共處的時候 嗯 你除了在乎自己的核心價值 你要跟這個人長期共識 你也要 在乎他的核心價值 對 如果你就是要兩個人一起共識 那你就是 當然兩個核心價值都要去顧慮到 是 那如果你覺得對方可以被拋棄 我只在乎我的核心價值 其他另外一個人的想法不重要的話 那如果你有這樣子的機會 當然go ahead 嗯 可能是更認識自己的核心價值 然後我知道 我的 某個核心價值 跟你的可能有一點衝突 嗯 所以 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個過程 嗯嗯 對吧 那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是要不斷溝通嘛 那我覺得 當然這個podcast沒辦法聊完 對啦 我們這 以兩三四個月忙完 或者是真的有空檔的時候 我們可以聊一下 對 今天我剛剛問的問題 其實我應該知道答案 就是we don't have an answer yet yeah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這個系統 還沒有說 一起cater 你的核心價值 對我們兩個的需求 沒有一起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點 這個現在的系統是 kind of in the middle 然後你你會犧牲一點點 我會犧牲一點點 然後we kind of both know it's not sustainable 對 不過我們會找一個時間 對 我覺得這個conferencing 可能要就是maybe a few days 然後到一個禮拜 我覺得可能是 我們至少是有意識 對啊 知道有這個不同之處 yeah 而不是可能過去三年 是無意識的 對 覺得 欸我們好像哪裡怪怪的 right 對現在至少現在有意識 是 不過這個是未來 可能更長久的一個 其中一個話題啦 對對對 應該還會有更多podcast的內容 啊如果沒podcast的內容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我們還沒有聊到 沒有可能就核心價值 就是有太大的衝突了 太大的衝突 podcast就沒了 就沒了 就突然就是最後一集就出上船了 這樣啊 所以大家就是在找 自己適合的工作的時候 你要就是知道自己的特長在哪裡 就好好利用你的專長嘛 然後可能如果興趣跟工作能結合的話 可以最好 但如果不行也沒關係 對 然後你也要知道你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因為其實不管你在什麼產業 什麼公司 都有可能會違背你的核心價值 或者是順從你核心價值的工作 對 所以就是清楚的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的需求 就是才有辦法幫助你找到最適合你的工作 對 一個過程啊 完全是一個過程 所以大家也不要特別急 反正每一個工作 每一個機會都是 多認識自己跟自己的核心價值的機會 然後 once you know more about yourself 你的下一個東西 不管是career啊 或者是你要去pursue的一個goal 他都會更接近你自己想要或渴望的那個狀態 對啊 然後像一言說 這真的是個過程 然後你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你的答案 但是你要更有意識的去知道你做的每一個決定 然後每一個工作 每一個 就是不管是去學校還是去公司都是認識自己的好機會 是 好 OK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囉 就到這邊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 好 那現在到了我們QA的環節 第一個留言是來自 青青L 上海等你們 然後三個愛心 一直都超喜歡的Doodoo Man的精神 謝謝你們總是帶給我們 歡笑感動和更寬闊的視野以及世界觀 當然也傳遞了跳脫舒適圈的勇氣 希望可以聽你們聊聊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近期周遭好多朋友都結婚成家了 自己莫名也感覺得恐慌與不安 想問問你們是否對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會提前安排或規劃呢 是否也有徬徨焦慮過 以及都怎麼調適心情的 好 我們先回答第一題 接下來再陸續回答後面的問題 準備好要結婚成家了嗎 哇塞 這挖洞給我跳的部分 哈哈哈哈 哦 我覺得 你是對人生每個階段都會安排跟規劃 我覺得就是自己會有一個想像吧 就是小時候也會啊 小時候會覺得說啊我大概28歲30歲左右會結婚 然後30出頭生小孩什麼的 然後隨著時間過就覺得好像是可以慢慢delay 一直delay一直delay 因為我覺得可能會覺得自己的事業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完成 嗯哼 的時候就還沒有辦法把現在的重心放在其他事業之外的東西上面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還沒有到那個時間 是 我現在有那種感覺 Right 我覺得 因為我們這位粉絲他是因為其他朋友開始結婚成家 讓他感到有點恐慌 覺得自己好像 欸我是不是落後了 是 我覺得這種永遠都不要跟人家比較 因為每個人的目標跟情況都不一樣 像 Yan嘛 他是想要先在事業上打拼 對不對 打拼到某個成就以後 然後結婚 哎呦 哈哈哈 對不對 那好像一個朋友叫Eric嘛 他會覺得說YouTube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可以就穩定下來 然後就結婚 然後就生下來了嘛 對不對 對啦 所以我覺得真的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你不要因為旁邊的人都在結婚 你想說 欸那我是不是該結婚了 是 你可能 你照著自己的這個時間走走嘛 因為人家結婚你就結婚 那你隨便抓一個男生 跟他結婚 抓一個女生跟他結婚 對 你這樣很痛苦 不能亂抓嘛 對不要亂抓 會做到 那你個人有什麼時間走嗎 你說結婚嗎 對啊 或者是其他人生規劃 我覺得就遇到對的人 時間對了 就可以結婚 哦 そうですね 有回答跟沒回答一樣 哦 OK 對 好 那第二題是 進入職場也快有10年的時間了 對於自己現在的工作感到疲憊與厭倦 總是想要創業或者是轉行的念頭 或者是裸詞 但始終不敢跨出那一步 想請教你們 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克服這個心理恐懼和不自信呢 我覺得如果有想要創業轉行的念頭的人 如果你只是想要創業不知道創什麼轉行不知道轉什麼 我覺得就先不要 對 也不要落刺 對對對 我覺得你真的 當然我覺得要真的想要知道幹嘛 創什麼業 然後這個東西對你來說有多重要 就算是這樣子的等級 我就還是覺得你可以平行的去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週末或者是下班時間 開始先去做一些創業的準備 或者是了解這個你新的轉行的領域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先把它學起來 因為我覺得 一是他有辦法測試你對這件事情的熱情 就是搞不好你這個東西只是三分鐘熱度 那你做了兩個月之後又不想做 那是不是有點可惜現在的裸池之類的 那所以我覺得他是測試你下班跟桌木 有沒有辦法犧牲其他東西來做這件事情 確實好像可以犧牲 你也覺得做得越來越開心 然後越來越有上軌道的感覺 那時候再做這個轉變 大的轉變我覺得也不遲 Yeah 然後我覺得你也可以審視 為什麼你會對於自己現在的工作 感到疲憊和厭倦 對 你就了解一下 就說是因為跟什麼週末同事處不好 還是你現在做的事情一成不變 一直沒有在做新的事情 一直沒有突破 所以你可以問問自己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感受 跟如果你轉行 就是換到新的公司或新的產業 是不是可以給你帶來 新的學習機會 這些都可以是你轉行的一些動機 是的 就不要為了創業而創業 不要為了換工作而換工作 就是你要了解換工作的原因 跟你換了工作之後 想得到的東西是什麼 你清楚的了解以後 你在換工作之後 你才不會覺得 又只是換到一家公司 然後一樣厭倦 一樣一成不變 對 這樣就是在繞圈圈而已 對 好 那他問說是否有機會來上海 超級期待你們來 謝謝TheDoodoo Man Love you both 不過還是要說一下 我是Tim Eric 哈哈哈哈 Yeah Tim Eric 我覺得講到這邊 你應該沒辦法否定了 就是Tim Eric 真的很多人 Tim Eric 你又沒有 你又沒有 Tim Eric跟Eric一樣外向 大家都勇於說自己的感觸 跟感想 然後Tim Ian就比較內向 默默的follow你 你看你IG粉絲多了那麼多 我覺得你現在開始轉變你這個 這個表達這件事情的方式 以前都說 幹一眼哪有 你根本粉絲就比較多 對你確實粉絲比較多 你就是大家都比較喜歡你什麼的 然後現在確實留言 當然你也看得出來 Tim Eric真的比較多 還沒有到一個Tim Ian的喔 然後 有啦有 現在轉變了 現在說 好啦好啦好啦 這是你的比較內向而已 哈哈哈 可是 確實你的粉絲就是比較多 哎呀那個 那我喜歡我的粉絲 他們就是外向 他們都比較 勇於說出自己的感想 他們都比較勇於表達 好啦好啦 輕輕L 好啦 那下一個留言 沒有啦 我們要講一下 你不要去上 你不能說Tim Eric 你就這樣子 哈哈哈 你根本現在有問題 我好 我好 他有問題 哈哈哈 有沒有計畫來上海 你要不要去啦 當然有 我就不去了 你去就好了 上海其實我去過啦 嗯 然後也是蠻喜歡那邊 就是一個很 仙境的城市嗎 仙境 對他東西其實蠻貴的 其實我覺得跟台北消費 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又再貴一點 又再貴一點 我去超多 我應該有去30次上海了 30次 應該有30次 哇 因為每次出差 就是不管是蘋果出差 或者是蘋果之前的公司 就是也會出差到上海 OK那你喜歡那邊嗎 我其實覺得那邊的 human connection比較低 他就是一個比較 你可以認識很多人 大家都忙著工作 忙著network的感覺 可是你不會跟 大家就是交情的太深 因為大家都來來去去 就是去在這邊 大家可能都是過客 過客 對可是你會認識到很多人 跟體驗到很多東西 可是我覺得不會停留太久 大家沒有停留太久的感覺 這我個人的觀察啦 Alright 對啊 不過呀 我們上海 以後有什麼適合的企劃 對啊 可以去看看 去外灘走走啊 好 下一個留言是 Hank Su 用路安全 Hello the Dudu Man 想請問你們對台灣交通狀況 被稱為行人地獄的看法 以你們旅遊那麼多國家的經驗 台灣的交通或路人的觀念 有沒有值得改善 或者是 能夠借近國外的交通優點的地方呢 哎呀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有對比才有 對啊 才有差別啦 然後很多也是 活在府中不知府啦 是 因為像我們去東南亞 越南 泰國的時候 對啊 那交通好可怕 如果台灣叫地獄的話 那那邊叫什麼 哇 我不知道 沒有沒有別的形容詞 地下18層地獄 第19層 第19層 所以我覺得 Overall我們去過那麼多國家 不管是西方 東方國家 我覺得 台灣 對我來說 老實說 行人的這個 交通啊 行人在走自己的這個 Pedestrian的部分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 嚴重 我覺得是我們習慣了 如果你要一個美國人 回台灣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是習慣 對啦 對對對 就是要對比才有傷害 可是我就看過那麼多國家 我們去過很多東南亞 或是美國 然後我們現在在歐洲 就是 當然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進步 可以進步的地方 對對對 可是 Overall來講 我覺得就是至少還有紅綠燈啊 是 對不對 還有行人 還有那個什麼 斑馬線啊 對 對吧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 對啦 大家就 去外面看看 然後體驗不同的交通文化囉 對啦 我建議 建議這個 Hunks 可以去越南走走啦 不過要保險啦 用路安全 真的蠻猛的 OK 好 下一個留言是 鄧喵喵 離之前會擔心經濟負擔的問題嗎 要跳脫真的不容易 我跟老公自己在經營公司 有時真的放不下工作出去玩 心態真的好難調整 還有些現實必須要面對 例如房貸公司營運更穩定等等 看了你們節目真的會更清楚知道 自己在生命中不留遺憾 希望可以在兩年後 我們能放下比較多工作上的事 背起背包就出發旅行 我希望這世界不是在地圖上 而是在我眼前 這說得很好 想問Doodoo Man在離職前有遇過類似的問題嗎 現在必須工作賺錢才能負擔的問題 沒辦法現在就出發跳脫舒適圈的問題 他就加一個問號 嗯 就是過去我們跟辭職前有沒有想到驚險上的問題啦 當然有啊 這是要對自己的生活負責任的部分啊 那我們也有很多人說啊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辭職 然後就是反正一出社會就是做自己的夢想的事情 然後可能有一餐每一餐的 我覺得這是對自己的生活不太負責任啊 我們會建議大家一定都有夢想 可是你要對自己的夢想負得起責任的話 對自己生活對愛你的人負責任的話 你要有辦法支撐自己的生活為主 是有可能就是做一些你不喜歡做的工作 就是為了存錢你才有下班的時間做麼的時間去做 你真的愛做的事情 然後慢慢變成可能有辦法支撐自己經濟的正值 嗯嗯 不過對啊我們辭職的時候 現實上就是我們確實已經存了大概七八八九年的的錢了 對 就是有在大公司工作這麼久 然後覺得有學到自己該學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辭職我比較在想的是就是積位成本 是就是我同行的就可以繼續這麼穩穩的一個生活狀況 可是我要馬上停止所有的金錢來源 那我這樣子我現在的錢可以燒多久 我要自己去做一下評估 然後這燒錢的過程中我要做什麼安排 然後自己一個停損點應該放在什麼時候 是要做一些安排跟打算啊 對啊所以對啊規劃很重要啦 那我們QA就到這邊囉 那大家喜歡我們Podcast的話 記得到ApplePodcast跟SpotifyPodcast上面留言 然後記得留五星好評 對我們都會抽一些問題在之後的QA環節回答大家的問題 對好下週見囉 拜拜